在这个系列教程里边呢 我会带领大家用这个Charlis去做抓包 这样的一个操作 这个内容呢 主要包含这四个部分 首先第一部分呢 我们去安装和配置 就是我们基本环境这个搭建 第二部分呢 就是主要的一些核心功能的一些讲解 那么这个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呢 第三部分是外部页面的一个抓包 就是说这两部分会结合起来去讲 就是说我们会去找一些互联网项目 然后呢去实际的去操作 然后呢去讲解 比如说我们抓到一个请求 怎么去分析这个请求 那么分析这个请求里边呢 有包含它的一些 比如说请求数据 还有那一些请求投信息 以及响应信息 以及比如说我们去 如何去加段点 如何去模拟这个弱网 如何去默克一些数据 那最后的话 我们会去做这个手机端的一个抓包 因为你前边 就是核心功能这部分你都掌握了 其实你在做外部抓包 或者说是手机端 这样的一个抓包就会特别的容易 那这个课程呢 就主要是分为这几个部分 那么下边的话 就是说会带着大家 就是说一步一步去 实际的去操作 好